他們兩個的道歉 都他媽超沒誠意 然後紀補欣就更不用說了 頭腦不好 品性也不好的人 我麻煩你們 閉嘴 今天這場直播我想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第一次道歉就上手 擔驚老師上課囉 網紅小屋紀補欣的飲料店 遭收機會警示 奶品標示不清 言上16天才出面道歉 越道歉越言上 老師開直播 教公眾人物如何正確道歉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喝過 最吸引我的一個點就是 它上面寫著 北海道熟成生乳 深深的打到我 結果沒有想到 我喝第一口 他媽超失望 超級淡 淡到不行 水 加上一點點奶水的感覺 我氣的點 是淡 它裡面根本就是有加奶精的 所以我喝了一個很不健康的奶精 而且還難喝 他們講法是 北海道運來的 奶粉 奶粉 各位 這不就是在欺騙跟誤導我們的消費者嗎 氣不氣各位 因為我看了很多的網紅藝人出事呢 他們道歉都是到不到位 然後越道歉 觀眾越生氣 我跟普欣呢 主要就負責宣傳以及飲料的試喝 從一開始這個配方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收成生乳裡面還有奶精 我們的產品 從來沒有強調過是鮮奶茶 但是在產品標示不明的這一塊 就是我們的疏忽 對不起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針對這件事情就好 不要波及到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合作的廠商 明明就是他們自己犯錯 他們的危機處理SOP是什麼呢 一定會出來道歉沒錯 可是呢不要再攻擊我的家人跟朋友 也希望可以停止對我的網路霸凌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這些問題就在你們的道歉 讓觀眾感覺沒有誠意 因為你的道歉只是想要叫大家閉嘴 再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受害者的樣子 所以這些人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情緒勒索 我覺得最好的危機處理 我就是出來誠懇的道歉 對不起我錯了 我們確實就是標示不明 確實就是有誤導消費者的嫌疑 然後我們會鄭重的檢討跟改進 就這樣子 不要再講其他的廢話了 你看到他的道歉還有千百種理由 就表示他不覺得自己有錯 這件事情之所以會繼續鬧下去就是因為 他們兩個的道歉都他媽超沒誠意 然後紀朴欣就更不用說了 小吾至少還出來拍了影片 紀朴欣 紀朴欣 紀朴欣同學 他是先在IG瘋狂的刪除所有網友的留言 所以你就是不面對你的錯誤嘛 你犯錯了你被質疑 你選擇的是什麼 你選擇的是滅口 網友可能覺得他這個道歉不夠有誠意 所以繼續的留言 然後紀朴欣竟然就是直接的嗆網友說 他都已經道歉了 那網友是文盲嗎 你們到底還想要我怎麼樣 紀朴欣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這個就是讓我覺得最震驚的地方 的問題就在你的每一句話都讓人感覺在狡辯 所以你們兩個 頭腦不好的人 好不好 頭腦不好 品性也不好的人 我麻煩你們 閉嘴 不要再講話了 就是道歉 你們有針對你們自己的謊言 誠摯的道歉過了嗎 沒有 沒有 No